哈囉大家好 我是柔柔 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一把武器 叫做楓葉射擊槍 以及傳說中的大憤圖比目於住宅區 相信應該已經有不少朋友打過這張一代的新地圖 一定是感到非常的困惑 欸 我怎麼這個圈格區域 好像怎麼打都打不贏的樣子啊 這對新手朋友們來說 高高低低的起伏 再加上所有牆面都可以塗的情況下 確實會非常難以打開 那麼我今天來推薦大家這把楓葉射擊槍 就是為了要讓你增加你的勝率 讓你可以在戰場上靈活運用你的槍種 那楓葉射擊槍呢 他的這個雷達 魚 應該是說魚雷 是這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副武器 主要是拿來鎖敵 跟你追擊敵人的時候非常好用的 魚雷可以往空中丟 也可以往地上丟 那再來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的SP 是這個聲納了 聲納呢作為一個強勁的SP 丟出去呢 可以由高往低處的這個攻擊喔 那你丟的這個樓層越高呢 他會往下的可以搜索到的範圍呢 也就越多 他這個呢 可以在混戰的時候丟出去 然後就可以有一些大量擊殺的功能 所以呢 這個副武器跟SP的搭配呢 其實是非常的強勁 那今天的配裝呢 是選用的是這個 1.4的-5筍墨 跟這個1.2的這個 SP回轉率提升 還有這個2.1的遊速 那鞋子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了 主要呢 大家如果現在配裝 還沒有到這麼多碎片的話 先以大顆的作為參考就好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希望呢 在這個對戰的過程中 呃 我們想要提升這個 聲納的回轉率 讓它增加的快一點 然後再加上丟出魚雷之後呢 希望身上還有一些墨 可以作為對槍 或是補地板 那遊速的部分也是 可以在追擊或逃跑的時候 可以起到一個作用 那 這個呢 我沒有搭配引游 就是為了希望 可以作為輔助 我們主要呢 還是以輔助型 然後降低死亡率 好 那事不宜知 我們馬上開始進入對戰吧 好 第一場就是我們的 真閣區域比目魚住宅區 那麼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這邊跟對方的編程 是怎麼樣的吧 好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呢 是四重彈跳手槍跟4K 還有這個 雨刷刮水道 對面是鸚鵡螺頂尖射擊槍 劍渡槍跟這個油快階 那呢 因為在對面呢 有狙擊的情況下呢 會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過要是對面呢 不是4K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站在左邊這一個 其實站在這個小高台 來看一下是不是有敵人 來做一個進攻喔 好 這邊呢 先來看一下 好像沒有人 先開始丟這個魚雷 干擾對方 干擾鸚鵡螺 看能不能讓我們的隊友呢 可以起了一些作用 但這個監督槍出來了 哇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 好 NICE 感謝感謝隊友 好 撿到這個監督槍的尾刀 好 現在對面倒握 我沒倒握 先把戰地拉回來 然後右邊這邊只剩一個 四重彈跳手槍 在高台 欸不是 說錯了 是那個 鸚鵡螺 好 他吃到 吃到了 吃到了 我的那個 聲納 聲納起了作用 非常好 好 繼續塗地板 左邊有一個頂尖射擊槍 戰機開出來 好 小心小心小心 丟 殺殺殺 沒打到 好 我們繼續 因為所有地方都可以阻滜 來來抓抓抓 啊 這個有點可惜 這個有點心急了 我剛剛應該要稍微再等他一下 因為這個 螢幕移住宅區 很容易喔 在你沒有注意的時候 有人會竄出來 所以真的要謹慎 還要小心不要砲槍啦 好 三分五十秒 時間還很長 這邊有躲一個 好 躲好 小心 建築槍 小心小心 小心 哇 我跟4K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等一下 等等等等 好好好 冷靜冷靜 好我現在有神娜 先丟出神娜 魚雷 干擾 抓抓抓 他想打神娜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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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娜 讚 好 現在警示 直升監督 直升監督 哇哇哇 遊魚滾行 哇 高端玩家 高端玩家 感謝隊友 感謝隊友 好 這邊有兩隻 一隻 兩隻 大大大 哇糟糕 哇 偷槍了 這個 這種特別的情況 就要特別小心喔 剛剛如果要是順利抓到的話 應該是還不錯喔 但是還是有點太衝了喔 好 隊友都在中場 很安全 先飛一下 丟出 丟出魚雷 然後從這邊等待一下 看一下左邊 有一個頂尖射擊槍 大部分都卡在這個口 都還沒有機會可以繞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不急了前進 我們先鎖敵 先確定敵人位置 然後驅趕之後 然後再做這個對應 好現在中場還沒有 還是大部分在他們家門口這邊 戰績開出來 我們左右邊一點 應該比較不會被撥起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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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魚雷做事了 好這裡 nice 漂亮 好 把聖娜丟在這個角落 當他們人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聖娜丟在角落 就可以從右邊下去 哇 可惜 但這邊 nice 因為他就變成是在牆後面 他們打不到聖娜 所以很有可能一個不注意 就可以帶很 帶 帶掉不少人 nice nice 6 5 4 從這邊 關鍵的 nice 讚 剛剛等於後面 最後面那個 那個聖娜丟出去的位置 帶走那兩個 會形成這一場的一個 很關鍵時刻的關鍵殺 所以說聖娜丟的時機 跟丟的位置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 時時刻刻去這個散步模式裡面 看一下聖娜 可以丟在哪些地方 丟在哪一些地方 人家比較不容易達到 然後會覺得很討厭的 那就會是非常關鍵的點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第二場 冰沐浴住宅區 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編程 哇 有寬滾筒耶 寬滾筒 然後這個 太空射擊槍聯名 跟這個可辯式滾筒 那對方是可辯式滾筒 跟太空射擊槍 還有雙 欸 四重彈跳手槍黑 還有展玉標記槍 那這一邊看起來呢 手最長的應該就是這個 可辯式滾筒了 好 起初我還是一樣會在左邊這邊喔 等待一下喔 好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敵人 很明顯的很明顯的 然後用魚雷鎖敵 好左邊下面有一個要來 先打打打打打 丟一個丟一個 可惜讓他跑掉了 好 對面的這個敵人都還在喔 好 我們就在這邊倒二 生娜有了先丟出來 這邊有一個 來抓他 NICE漂亮 拆掉他的螃蟹 轉轉轉這有轉 但現在目前只剩我們 導彈開出來 NICE NICE魚雷 再丟一個魚雷 魚雷真的是可以起到一個 非常好的鎖敵 跟這個擊殺的作用喔 好 再丟一個魚雷 後面家裡有人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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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邊地板也要稍微顧一下 好右邊這邊只剩下了 自從彈掉手槍 丟魚雷 準備追殺 準備追殺 他已經被夾殺夾殺 NICE 好回到中場看一下下面有一個 滾 NICE漂亮 就是 呃我覺得這個在這個區域模式裡面呢 節奏比較快的情況下呢 真的是 其實跟打工要有點像 等下四面八方跑來跑去 找王在哪 找敵人在哪 所敵啊 很重要 好 魚雷丟出 好對面可以看到那個可變獅在那邊刷搗蛋了喔 好這邊有人想上來 抓抓抓 糟糕隊友沒幫到 好沒關係 等一下 好又有一個人想上來啊 好像有看到有人耶 有有有有有人有人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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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好好滾頭要來滾頭要來了 擊殺抓 NICE 關鍵關鍵 丟出丟出 好這邊有一個 後面 NICE 好剩下四重彈跳手槍 丟魚咧 鎖滴 Nice 感謝隊友 好 回到一樣 回到這高台看一下 沒有人 一板補一下墨 好 丟魚咧 好 他現在在刷導彈 刷導彈了 我們聲納也有了 聲納開出來 好 丟魚咧 然後把地板 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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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中間忍上來 中間忍上來 刷刷刷刷 Nice 因為他們都想打聲啊 這時候追擊是一個很不錯的時機點 好 導彈開速先退 6 Nice 搶回來 6 不要加班 不要加班 5 4 3 2 1 來不及來不及 塗地 塗地 隊友 塗地 Nice 哇 Nice 他剛好塗完地 剛好結束 感謝隊友 哇 我覺得作為這個 輔助型的楓葉射擊槍喔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就是以塗地的機動性也夠 那魚雷又可以驅趕敵人 也可以擊殺敵人 那SP放的時機點好 也是一樣可以起到一個作用 所以呢 重點就是他的那個機動性 跟這個 快速的 觀察隊友 然後鎖敵找敵人 我覺得就會是 楓葉射擊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看得出來呢 這個楓葉射擊槍是一把 非常非常不錯的槍 真心推薦給這個 新手朋友們喔 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 新手輔助的槍 我覺得這把槍其實非常強大 不管是這個老手新手用 我覺得他的這個相容性 相對來講都是非常高的 對於在打這個真格區 尤其是這個比目魚住宅區喔 大家如果覺得有點困惑 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打的話 當然除了地圖的一些細節 跟你到底要走什麼地方 這個必須要去散步模式去了解 跟在實戰經驗中 去摸透以外呢 那這一把武器呢 我覺得相對來講 其實是比較好上手的 那再搭配呢 我們現在選用的這一些 這個裝備的技能 相信呢 應該可以讓大家在戰場上呢 有一個不錯的成績 那麼大家 事不宜遲 今天喔不 不知道今天還是什麼時候 你就趕快來看一下 什麼時候有比目魚住宅區的真格區域 趕緊拿起來使用看看吧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的話呢 記得給我們讚作為支持 如果大家心中還有一些不一樣的疑惑 不管是模式地圖還是武器裝備 任何的疑問都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讓我們知道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啦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 來支持我們唷